经常与深齋桥这个大阪著名旅游景点一起出现的杜顿佛 相信你有听过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名很奇怪 不差过深齋桥 如果你认识甚至去过杜顿佛的话 这个地方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象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下的杜落招牌 还是其他呢? 直到二十多年前 杜顿佛可能是大阪旅游一个重点的目的地 近年去南波和深齋桥玩的人 有时间的话可能只会顺道走一走 在那里做生意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 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要依赖四周围的景点才能续命 不过他们的祖先在那里开店的时候 情况完全不同 曾几何时这条小街充满国内慕名而来的游客 他们都想亲身感受一下全国首屈一指旅游热点 在宴会里欢乐笑声直到深夜的气氛 可惜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追深日本》今集为你介绍 大阪昔日最忠心吃喝玩乐圣地 杜顿佛 两个月之前 曾经为你介绍深齋桥 但我都决定要单独为这个地方制作一条片 原因很简单 因为绝大部分人 还未认识这个地方的美丽 杜顿佛只是一条美食小街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希望片头这一小节会完全改变你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这条小街应该是成为你下次游大阪时首选的目的地 由深齋桥根商店街向荣桥商店街方向行 过了荣桥之后向左转就是杜顿佛商店街 99%的人都会错过这里的秘境 看看右手边 有一条闯一米多一点的小巷 没有招牌也没有指示 只是挂了几个灯笼 难怪没人会去这个地方 浮世小路不知有没有五十米长 两边展示了昔日繁华的杜顿佛 这条是通往大正和超过时代的时光隧道 我没骗你 这一带是昔日大阪中心之地 小路两旁都展示了一些昔日的照片和手作 大阪有一个别名 天下的厨房 即是美食天堂 浮世 变化万千的这个世界 这条小路就将最兴盛的时光传给后世 昔日这里有很多剧场 人们为寻求娱乐得到欢乐的时光 而集合在这个大阪中心之地 也吸引了商人在这里开食店 大部分剧场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是留下食店 海道乐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夸张的招牌 都是和这里曾经是剧场集中地有关 再向前走 差点错过了完全融入背景的超级迷你神蛇 一串法师大名神 相传一串法师坐在一个很小的帆碗 用筷子来做船长 在杜顿佛村出发去京都击退恶魔 打赢了之后得到名誉 财富和美女 我都很想去击退那只恶魔去拿很吸引的战利品 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当时水路有多方便 一串法师的神社是按照他的身高来兴建 大阪人真是很有趣 浮世小路这条时光隧道的出口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再向前走一走 应该是好戏在后头 去到分岔路 走哪边才会去到秘境呢 沿着这条法善寺横丁向右边走 经过了鲁鱼店之后 多得地胆的猫猫带路 来到充满日本传统气氛 还有很多猫猫住客的法善寺 以前法僧在这里念了千日佛经 所以又称为千日子 而附近的地名千日前都是来自这家寺院 为何要练成千日佛经呢 下次兰波特辑再为你介绍吧 这里最特别的不是住了很多猫猫 而是有一座潑水不动砖 一场来到了 我当然要出尽力去潑水 要怎样潑水 如果没人教的话 真的要勇气 但不用怕 我来示范一次 我在这里监视了一会儿 看到其他日本人都不懂习俗 他们都很犹豫 方法不是很难 瞄准在正面生光青苔的西向北洞明王像 一潑 再潑 三潑 千万不要忘记左右两旁的西佛像 OK搞定 这个就是正宗的做法 不过住持说 其实随心都可以 可以跟 可以不跟 这些人都是用旁边井的井水来潑的 而不是用含有人工添加物的水后水 就令这座不动砖 散满了青苔 国内外的游客 看到这个井 都会联想到动画龙猫的其中一个场面 尝试把手机相机全部收起 趁晨早没人的时候 来这里 或者可以得到 好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感觉 而去到黄昏 排得密密麻麻的灯笼都会亮起来 为致远添上一股神圣 而且庄严的气氛 离开之前 点一炷香 拜拜 不要只顾着自己拍片 做ticker 做恶霸 在这个世纪里 应该是第一次用火柴 喂 妈妈 拍着你 不是拍后面 看回这边 我很享受这种旅游方式 不知道 你有没有同感呢 变成了食家的现代杜顿窟 国家食店为求招揽客人 不知不觉地培育了一种文化 巨大立体招牌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熔桥交界 最多人流旺位的蟹道落 门口上的巨蟹 1962年开张时 已经有巨大长脚蟹招牌去吸引客人 这个巨大蟹招牌不单只逼真 而且配备了五个电动摩打 控制蟹脚上下动 令人叹为观止 为什么杜顿窟会有这么多 超大型立体招牌呢 边看看这里各款具有特色的招牌 边介绍 早在17世纪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演戏的剧场 在无电视 更加无YouTube的年代 去剧场看戏 是仅次于和姐姐过夜的最大娱乐 观众 演员 工作人员都集合在同一个地方 加上无Uber East和Food Panda的情况下 食店看中了这个相机 就聚集在这里 希望助响其成 到了一百年前左右 剧场为了宣传 在门口挂上大大的广告牌 就好像几十年前 戏院外场上的大型电影宣传画 和现在的大型海报 看到这样的食肆都不认输 跟风在门口挂上巨大的招牌 戏剧为求不想令观众厌倦 不断求生引入生命的题材 就好像现在的YouTube 杜顿忽一大堆新鲜事物 配有积极的态度 不单止食店 为达到最大宣传效果 不同企业都在日本人流最旺的熔桥旁打广告 这就是世界文明的 顾力果超巨大霓虹光管广告 诞生的背景 假日超过35万人通过熔桥的时候 都会看到第六代顾力果广告牌 初代招牌诞生在二战前的1935年 高33米 差不多有十层楼高 这个巨大霓虹广告牌 令大阪包括南方南边地区 成为全国的焦点 顾力果巨大广告牌和初代通天国 在1943年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铁被人拆走 成为军队的物资 战争完之后就获重建 直到2014年的第五代为止 顾力果大霓虹广告牌 都照亮着繁荣的熔桥和道顿佛村 可惜霓虹光管在管理和维修都变得很困难 配合时代 装上了14万个LED灯版本的第六代广告牌 在2014年面世 设计和第五代变化不大 察觉到顾力果广告牌有换过新的人 可能不是很多 蟹道乐活动式巨大立体招牌 已经去到第三代 由1996年开始 每晚都脚子动动 每两个月就要去擠油和收紧螺丝 去保持最佳的状态 虽然2020年一度因为大规模维修 而断了两只脚 这只巨蟹今天也生生猛猛地 将途人一一招揽到店内 活动招牌的元祖 其实是另一位大人物 食杜琼太郎 他诞生在1950年 一身红白颜条打扮 看过一次一定不会不记得 在二十世纪末 一直是代表大阪的人气山招牌 全国游客冒命而来 都是为了与他影响榴莲 为这个地方带来朝气的食杜琼太郎 是以日本传统布偶剧 人形正流离为蓝本 人形正流离 获列入世界无形遗产 是昔日吸引观众来临的人气娱乐 2008年因为公司倒闭 食杜琼太郎一度退出幕前 一年后他找到新的住家 从见天日直到现在 要保存巨大招牌 真是很不容易 这种大阪风情到今天仍在 是杜顿佛各商店努力的成果 巨大立体招牌不知不觉 成为了这里独特的魅力 出现汽车前 水路是日本大城市重要的交通手段 几百年前和东京一模一样 大阪也是一个偏培河流的城市 一串法师坐着饭碗 随着河流上京都的故事 暗示了水路四通八达 江田深齋1622年兴建了深齋桥 和开发附近一带 而流明于后世 给他早十年 安井杜顿自知开作运河 连接东樊佛邨和西樊佛邨 由梅津邨引入河水 造成南佛邨 可惜安井杜顿 没有办法亲眼见证运河的完成 被捲入风神兽吉后继人争夺战中 而在大阪城里战死 他的后人接手最终在1615年运河完成 看看整条河河的位置 会发觉他的极位接近大阪城 不难推测这条河河的重要性 安井杜顿战死后 由封城加德渡政权的德川家康 原本计划派人重开河河的工程 不过安井后人坚持以自己主导完成工程 现在楼域附近地方名都有人名 就是当时参与开作运河人的名 南佛邨就因为人们称赞安井杜顿的功绩 而改名成为杜顿佛 由容桥向激安之殿堂方向一直走 横过了日本桥后 便会找到日本人最爱的石碑 不用说 这就是纪念安井杜顿和接手人安井杜顿的纪念碑 这个石碑大得惊人 便可以推测这条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相信全世界只有我才会在这里拍片 来回容桥和日本桥黑门市场的时候 会经过这个石碑 有勇气的人不妨来看看 17世纪杜顿佛建成后 本身是南船场的剧场和娱乐设施都搬到这里 并且发展得很旺盛 剧场集中在南岸 即是现在商店街的一带 昔日人们看完戏后便会去北岸吃饭喝酒 中场休息后便和姐姐们展开激烈的下半场 在百多年前的明智时代 忠有惠门丁成为南面地区五大花街之一 一到夜晚 艺技姑娘村上的木剧走过石板时 会发出很独特的敲击声 吸引了充满各种欲望随言三尺的叔叔伯伯门注目 忠有惠门丁通的石板和电灯在十几年前 为重拾昔日繁荣气氛的美化活动而建设 不知有多少人吃得欣赏呢 南岸尹养出的戏剧文化 更昇华到成为无形文化遗产 沿着千日前通 走过日本桥后 便会找到国立文乐剧场 建筑宏伟 人形正流利文乐 是配合讲故事 三尾线演奏 操纵暴殴 的一个大众娱乐 但现在已成为了路人消贤的活动 希望这个频道可以发展到 有能力去介绍日本传统文化 我们走过荣桥去过杜顿佛村 或者搭观光船游河一周 你有没有想过这条运河是属于哪个呢 十七世纪安井杜顿和杜卜自知开作运河 如果他们的子孙出来表示拥有杜顿佛村 你会承认他们的权利 而每一次过河或搭船时才会问他们的同意吗 运河完成后350年的1965年 安井杜博的第十二代后人 向大阪地方裁判法院主张自己拥有杜顿佛村河床 并起诉政府禁止擅置对运河实施任何政策 这场诉讼维持长得11年 成为日本法律界一宗经典的官司 对近代地权原则带来思考的机会 你认为判决结果如何? 如果你祖先曾经拥有一等地段的地权 你不如翻查一下资料 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成为大地主 安井后人声称杜顿和杜卜得到当时封神寿吉封地 后人拥有这块地的地权是天公地道 诉讼过程当中历史专家翻查各种资料 晨天匹利竟然找不到有关安井杜顿这个人物的记载 但找到成安杜顿这个人名 安井家后人吓了一条 原来杜顿不是安井家 但后人不容易放弃 表示安井杜卜继承了成安杜顿的维冤 在大阪战争之后得到成主的批准去完成混合 所以也拥有地权 这宗诉讼竟然会有这样的发展 真是足料可以拍成电视剧 诉讼进入了近代法律地权原则解释的阶段 法律专家说明了以往封建社会的地权特性和现在不同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实行宪法并且弥定各种法律 19世纪政府重新测量地皮 平定地价和向地主颁发地券还有收地租 地租即是现在的固定资产税 安井后人当然没有地券也没有交地租 即是明实两方面都没有拥有地权的证据 结果原告败诉而终 另一方面大阪地方政府在1885年制定各种水路条例 和实际上管理河道当中包括道顿佛村 毫无疑问大阪政府拥有这条河的地权 法官总括案件表示原告未能提出有效证据去证据它的地权 不过安井到埔的努力打好一大地方的基础 对这个地方发展的贡献是值得评价 安井家后人接受了判决并且承担所有诉讼的费用 官司完了,杜顿佛村仍然遗留另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出恶臭 大阪是水城,城市一城的面积都是河流 踏在河流上的桥一方面方便市民 另一方面成为景点吸引游客 在荣桥下面流过的杜顿佛村是日本知名度甚高 出名的原因是臭气昏天 没有人敢走近 甚至当时电视节目形容在跳河的时候 在浸死之前会因为臭气而臭死 1960年代大阪各处工厂排出污水 令到城市各条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杜顿佛村情况甚为恶劣 相传大阪祝城时,封神秀吉已下命兴建下水道 现在在大阪留下了泰河下水遗迹 顺带一提,泰河本身是朝廷职位的名称 现在就成为封神秀吉专用的代名词 根据考证,大阪市下水道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明治近代化时有改良和修辑下水道 甚至加长到350公里 19世纪末,霍乱大流行 政府大幅度改善下水道 将泰河下水铺上运营土和改成暗渠 陈年的下水道最大缺点就是老化 抵受不到高度成长期人口增加 而产生的大量生活废水和工厂废水的洗礼 杜顿佛穿臭气成为社会问题 几经改良的泰河下水 现在还有20公里仍然在运用中 去大阪市下水道科学馆 可以参观而设到附近的泰河下水遗迹 大阪市入12个下水污水处理厂 日夜处理污水和改善大阪市河流水质 2002年日韩合办世界杯时 激烈的赛事令到有累积2000人 兴奋到跳入道顿窟里面 其中有人说肚痛或眼不舒服 经过这个人体实验 证明了水质极为恶劣 改善水质成为大阪市政府的急冒 整个大阪市人口密集 无法加建甚至扩充下水污水处理厂 唯有用现在有限的地方和设备应付问题 污水处理厂给人的印象就是有很多沉电池的设施 需要用很多地方 杜顿窟村上游的中滨下水处理厂 引入了薄膜生物反应槽 高度处理污水 这个技术折散了以往必须的最终沉电池 省了位提高污水处理厂面积效率之外 以及折散了电力 一石二鳥 以及配合其他措施 比如清理河床的污泥 因应潮涨潮退而操纵水门 一气过更悶河水 行政用尽各种方法令到顿窟的河水得到改善 我在现场看的时候 河水我都觉得有些运作 看不到河床 半年前电视介绍里 发现河里有雨漆色 而且河水运作的程度有改善 或者有一天可以到河里捉雨洒落 之前涅谷特辑有介绍过涅谷村重建天日 各种示例表示日本各地改善环境活动 沾见成果 人们的血汗没有白费到 希望下次搭杜顿窟游览船的时候 可以边看两岸的景色之外 还可以感受清新的河风 相比深齋桥近商店街 假日到访人数的20万 杜顿窟商店街只有6万多人 拥有绝好的地理位置 但只是吸引到部分去深齋桥玩的游客 或者很多游客去到荣桥和杜顿窟交界的时候 和海道落招牌拍完照就走 没有进去商店街里面 我介绍了发善纸和巨大立体招牌 不知道会不会令你有冲动想进去看看 昔日五大剧场临纳 看完戏后去附近喝酒吃饭 是去杜顿窟玩的标准模式 现在剧场衰退令到这里的核心价值大减 对于日本国内游客来说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不过近年外国游客增加 而利用关西国际空港抵达大阪的游客 最多人计划去的地方就是杜顿窟一带 令到这里的地方带来点点的曙光 不过现实总是令人烦恼 走着这里就会发现有很多针对外国游客的药房 和一些没有当地特色的店铺 大阪最贵的店铺都是药房 商店会的会员都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没有特色的店铺根本不是这里本身的魅力 得不到外国游客的口碑 慕名到访的人数必定走下坡 为了提高旅客的满足度 近年设置了电子支持牌 能够体验昔日江湖时代魅力的 杜顿佛博物馆并木座 在2019年开幕 你认为这些措施有没有效呢? 歌舞技和文文乐是这个地方的核心价值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门栏实在太高 外国游客理解戏剧和这个地方的关系 说他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 途中我发现了一两间射窗游戏的摊档 这是神社祭典时常见的游戏 看来这些不用靠语言的游戏有趣得多 杜顿佛我会首选推介《秘境法善子》 去过这里的你 看过什么呢? 或者日后你会打算来的话 会选什么玩、选什么看呢? 《秘境法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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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境法善子》